警銷貨包大樓電梯故障 民眾卡在裡頭動彈不得 手持破壞器材把人救出 你會幫我用藥送來電影 稍後再回報 稍後再回報 你會幫我用藥送來電影 你會幫我用藥送來電影 負人貪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救護人員趕緊對他CPR 但對方上半身被電梯夾困 傷勢嚴重沒了呼吸心跳 送醫搶救三小時宣告死亡 有救護車來 有消防車來 好像好有很多步 應該是電梯不上 9號上午11點多 新北板橋這家輔居店 發生驚悚意外 消防車火速到場 沒能挽救富人性命 實際向店家求證 店員把鐵門拉下 低調不願多談 當時70歲王熙老闆娘 搭乘電梯送報表上樓 疑似機械故障往上升 電梯房夾裝置沒有啟動 導致他半身卡在2到3樓中間 脫困後仍然傷重死亡 我們比較懷疑說 大事老舊或者這個電路 控制部分系統 不涼 除了工資還有煞車 這方面應該也有問題 據了解這回出事的電梯 每兩個月定期保養 上個月22號才剛維修過 沒想到就奪走一條人命 究竟是電梯老舊 還是人為操作不當 有待警方調查 記者黃天耀錄裕欣 次報報導